CORN WATCH CORN WATCH 這裡有五隻顏色 其實你們可以見到 主要會有兩種分別 一種是亮身帶 全鋼 一種是灰色的電鍍 這個都會是鋼 不過會是灰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裏 再一次我拿近一點 會是一次有五個顏色的 現在現貨有五個顏色的 Facebook這邊 朋友都看 這五個顏色 全部都是現貨 也會全部都是在做特價發售 HELLO TEN CHA YEN 是不是這樣讀 我也不懂讀你的名字 應該是外國朋友 可以見到我主要有兩種顏色的分別 一種是雙色圈 一種是單色圈 全個圈都是一個顏色 這些全部都是用SW的機芯 SLITER的機芯 那我就拆開這隻 我覺得這隻就 應該是最受歡迎的款 HELLO 羅善儀 歡迎光臨我們的直播 你好 拆膠紙時間 看開的就知道 記得LIKE SHARE 或者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Follow Facebook 或者Follow Facebook 拆一拆膠紙 那現在這些款 因為它最初出的時候 這款就會是 那個定價都成9千多元 9...380的 現在我們正在做優惠價 相對而言 就會二入手很多 你們現在應該都見到 有個5628在這裏 咦 可能Facebook那邊的朋友未必見到 不要緊 調一調的角度 現在正在做5,628元 全部劃一 五個食都是統一的 現在就5千多元買到一隻CoinWash的 瑞士的一個機械錶 而且還要是 很有自己個人特色的一個款 現在都 給大家一些好處 大家可以買 是否給 回去過年 給親戚那些 因為你們現在看到而已 但未必是現在去買的 但就可以準備定 因為始終都 HELLO 永煙 你好 好 始終都 如果要回內地探親的朋友 你們都要一些時間準備 雖然他們現在還有一個月 下個月的10號就是過年 大家留意一下 這一隻就會是 一個雙式的圈 它不是陶瓷圈來的 這裡你們會見到 它的圈都會有反光的 這個就會是一隻玻璃圈來的 這個 會比較有自己個人特色 還有它做了很多細節 之前跟大家都看過CoinWash的其他款式 它這個品牌就會是 以做錢幣錶來做一個設計概念 所以它就會是 很多細節位都會 跟世界各地的一些錢幣有關 就好像它現在這個 它這個系列叫 Navicator 但是它就會是 用了 一個錢幣 這樣的一個邊框 去起玻璃的外圍 做了一個多邊形 這個應該是一個 1 2 3 4 5 6 12邊形 會有這個細節的處理 以及全部都會用了噴渣的處理方式 它整隻都會統一做灰色的電腦 標扣都會有噴渣的效果 這些款式相對市場上 會比較少人有 而且還會跟兩十足 因為它這隻 都會是一隻 二百米防水的機械標款 它的外圈同樣都可以轉動 那些結尾的東西就給大家聽聽 對 這個圈的結尾的聲音就是這樣 而且它都會是 教足功課 它夜光都不弱 現在都已經看到 外圈和時分針刻度的 全部都有夜光的效果 而且是會用藍色的夜光 它上面白色這一層的字體 因為它是用黑色的字體 它在夜光塗料上面 再有一層黑色的 所以就會相對暗些 下面這些白色字體就會更加清楚 很明顯就會變得 這次是鎖霸的設計 這個就是鎖霸的設計 和這個鎖霸的設計 也都會是鎖霸的設計 亦都會印了Swiss Make的字樣 它就用SLITER SW-200機芯 拿漏了一把卡尺 稍等 轉身拿一把卡尺 Hello Holow 你好 歡迎光臨我們的直播 它這個會是43.65 即是大概44mm的直徑 差不多44mm 另外呢 就會是52mm的脫位 還有厚度呢 就會是14mm的厚度 其實整體整隻錶上手會有些特別效果 可以帶給你們看 它這個厚度位就剛剛好蓋到 我這個2.1吋的直徑 你見到上手效果 雖然它43差不多44 但上手效果就不會很大隻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錶殼 它這裡收了啤把 錶殼這裡就會再收窄了 令到錶的視角效果就不會太... 太闊 也不會太霸氣太瓦炸的效果 還有錶帶就用了七珠帶的設計 你見到它灰色的電鍋 也會有一些磨砂的質感 會相當滑利的這個電鍋技術 這個市場上比較少見的 底蓋就會印了一個好像船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羅船長? 不是 叫什麼? 突然說不出個名字 那個船長握的方向妥 是的 這裡會做了一些童心圓的慳紋 也會用了一個很漂亮的拋光打磨 去突顯到這個... 這個雕刻的一個... 細節位 是的 Hello Michael Lam 你好 歡迎光臨網得的直播 OK 這些全部都會是... 全瑞士製造 CoinWatch的機械表 單色的 我手上的雙色 應該先拿到雙色 雙色的話 會有一個白灰色 也會有一個奶茶色 配搭灰色的 這個奶茶色的話 同樣這些夜光都會是... 整個夜光位都會比較顯眼一點 它連外圈的夜光都會比較顯眼一點 其實照得不夠的 這樣會好一點 清楚一點 這樣就應該看得清楚一點 YEAH OK 現在這些款式全部做個... 五千六百二十八的優惠價 原價就... 九三八零啦 對啦 焦了啦 原價九三八零 現在就五六二百 那就是... 都是一些特價款啦 看看大家... 想找這... 看上去又靚靚仔仔的Build 又可以... 抵買的入手的話 這款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一共有... 五個色 這款會是全鋼的 它不是... 可能都拆開給你們看看 它不是灰式電導的 它沒有做過一隻電導灰 反而是一隻全鋼單式的 比較basic的 這款 如果有些朋友不想說... 想買好錶 但又想買回一些... 即是... 傳統一些的 一些款式的話 這款你就可以看了 等一等啦 等我意思啊... 在拆一張膠紙 拆膠紙 記得按個讚 幫我分享 分享出去 或者是... subscribe follow我們的Page 或者Channel 然後... 聲音畫其實有沒有問題 因為今天我的麥克風會放得很近 那我就收細了 因為衣服的問題就放得很近 好 如果全鋼這款呢 就會是一個... 單式圈 也是同一個顏色 黑色圈 黑色面 那外圍 或者是一些指針 黑度這些位置 全部都會是做了一個... 黃色的字體 即是舊一點的黃色字體 Hello Alex Hello海綿看寶寶 海綿看寶寶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見你 那這款呢 就會... 全鋼啦 全鋼的話 它就會在錶帶的七珠 這裡就會做了一些... 拉斯紋啦 但是它的拉斯紋 那個... 因為它那個七珠的效果 所以它就會有一點錯落的一些... 光線折射的效果 那整個錶帶呢 其實就... 比較... 都很貼和很舒服的 但是它因為光線效果 就看到它好像... 每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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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會很突出的樣子 但其實它的側面看 它是... 一個平的七珠來的 focus不到 是平的七珠來的 而... 鋼... 這個... 沒有電度的鋼帶款 應該叫做... 是... 全鋼帶款 它就... 哎呦... 卡住了 噢... 扣這裡剛才也說漏了 全鋼帶款的扣是沒有做噴渣的處理的 它都是做拉斯處理的 還有這款都是專業潛水錶 所以它會有一個... 延長帶位在這裏 一樣是這樣拔出來 那你便可以做一個延長帶的一個結構 交足功課的這隻 所以五千多元買一隻... 全瑞士製造的一隻... Coin Watch 一隻二百米防水的一隻... 全自動機械的錶 無論自用還是真的要買回去給朋友送人 其實都是見得人 非常之見得人